日本人氣音樂組合 You Asobi 即將在今年12月1號發行全新專輯 The Book 2 當中除了收錄為動畫 Beastars所寫主題曲外 還有日本成年節目主題曲 Most Gostagate 等八首歌曲 可以說是發售前就已經話題滿滿了 出道未滿一年就登上日本紅白歌唱大賽的他們 今年將連續登上這個舞台 同時也將在12月與日本舞蹈館舉辦為期兩天 首次有現場觀眾的萬人演唱會 但今天並不需要來說You Asobi的作品 也不是主唱Ikla的故事 而是負責詞曲創作的Ayase 他那如同小說般的故事 哈囉大家好我是Katsubon 每首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這次那些音樂人的故事要帶你來看的是 You Asobi Ayase 1994年4月4號 出生於日本山口縣的Ayase 從小在音樂環境中長大 因為祖母的職業是鋼琴老師 所以Ayase接觸的第一種樂器就是鋼琴 在採訪中她提到 我從三四歲時開始 就常常跟著祖母一起彈琴 感受音樂帶來的快樂 於是升上小學後 Ayase開始想要認真學習鋼琴 就到了附近的音樂教室上課 同時她也參加了不同的國際鋼琴大賽 直到國中時 她就這樣一直專注在鋼琴上 也歸功於小時候的這段鋼琴訓練 讓她日後在寫曲子的時候如魚得水 尤其是對於音感的部分非常銘銳 而提到Ayase小學彈鋼琴這件事 就不得不提到前陣子才剛落幕 在肖邦的故鄉波蘭 每五年舉辦一次的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中 來自日本的小林愛石 奪下了2021年18屆的第四名 這個消息除了讓許多日本人餘有榮焉之外 Ayase也有發推特祝賀 不過讓大家訝異的是 這位跟Ayase只差一歲 同樣來自日本山口縣的小林愛石 兩個人小學時的鋼琴老師居然是同一個人 Ayase說看到小林獲獎的消息 就想到以前上課時一起玩的回憶 現在她在音樂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自己也要好好加油 但是呢 Ayase的鋼琴錄在升上國中後漸漸改變了方向 這時她開始接觸到J-POP的熱門歌手 像是愛口、無限開關、還有放浪兄弟等 後來又聽到日本金屬團極限賀爾蒙的作品 讓她開始想朝著樂團主唱的方向前進 於是高中時她跟朋友們一起組成了樂團 DAVINCI 也在16歲時寫了人生的第一首歌 《紅樂》 Ayase日後講到這首歌的時候 說當中包含了青春期少年才有的煩惱 還有對於夢想的執著 雖然這是她寫的第一首歌 但同時也是她認為自己在DAVINCI時期裡 寫過最好的一首歌了 於是 開始玩樂團的Ayase 一個禮拜內會舉辦3到4場的演出 也因為這樣 讓她無心於課業 鼓起勇氣跟父母提出了 我要認真玩音樂了 所以不想去學校的想法 最初 父母當然是強烈反對 認為學生就應該好好讀書 但兩人看到才16歲的Ayase 非常認真地在進行樂團 漸漸地被她的態度說服 開始轉為理解支持自己兒子的做法 甚至會去看她的演出 直到現在 每當有阿蘇比的新作品推出時 登上哪家音樂排行榜第一名 播放量破多少萬 反而是爸爸媽媽會先傳訊息給Ayase 恭喜她 Ayase也說 自己能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 專心做音樂 真的感到非常幸福 2016年 Da Vinci的成員們一起離鄉背景 前往東京發展 這段時間內 樂團辦了巡迴演出 發了單曲 EP 迷你專輯 但最終取得成績並不理想 而樂團成員們的收入來源 也必須依靠打工才能存活下去 Ayase也在東京租的房子 甚至是跟自己妹妹一起合租的套房 睡覺的地方能夠直接看到廚房 不幸的是 最終在東京這個競爭激烈的環境 加上極度希望樂團能夠成功的壓力下 Ayase病倒了 2018年10月 樂團發表聲明 由於主唱得了出血腥味潰瘍 需要到醫院治療的關係 所以樂團活動暫停 在這裡聲明我們也能看到主唱的名字是 企異狼 而這個企異狼就是我們所熟知的Ayase了 樂團暫停活動的期間 Ayase在家休養 某天看到妹妹在聽一個名為Neru的人 所寫的歌 駝语 並經由妹妹的介紹 認識了Vocaloid這套軟體 讓Ayase發現 原來一個人也可以做音樂 於是 她開始自己摸索這套軟體的用法 2018年底 她以Ayase這個名字 上傳了第一首用初音未來所寫的歌曲 先天性突擊女孩 這首歌從前奏開始的旋律就不難聽出來 充滿著Da Vinci的味道 到了2019年初 樂團雖然在推特上表示 很快就會再跟歌迷們見面 但卻再也沒有了消息 可能是因為現實 可能是因為金錢壓力 可能是發現夢想並不能餵飽自己 Da Vinci的成員們開始忙於別的工作 並在2020年7月正式宣布解散 根據Ayase在採訪中提到 現在Da Vinci推特帳號頭貼上寫著的City 是樂團解散前錄製的最後一首沒有公諸於世的作品 或許City寫著的是對於東京這個大城市 帶給他們希望的同時也壓他們喘不過氣 不過這件事也只有團員們才知道了 Ayase日後也有寫了一首名為《幽靈東京》的歌曲 就是在描述來東京追音樂夢的這段過程 2018到2020年樂團活動停擺這段時間裡 Ayase除了失去表演這個生活中心外 一直支持著他的女友 也在這個時候跟他分手了 因為生病導致最愛的音樂無法繼續 最喜歡的人也離開了自己 這使得Ayase非常的無助 他剩下只有將自己的心情寫進歌裡 由Vocaloid唱出來 他在一年內接連寫了八首歌 其中我覺得最能代表這段時期Ayase心境的 分別是Happy Ender 輕浮夜晚的瑪瑙以及最後手段 先來說說輕浮夜晚的瑪瑙 這首歌是一首非常溫柔的道別歌曲 講述一段感情的結束 歌詞中唱到 站在樂台等待末班車到來 一句話都說不出口 之後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沒有相遇就好了什麼的 我可沒有這樣想過喔 所以笑一笑笑一笑吧 而Ayase自己也表示 這首歌的主題講述的就是分開 從歌詞當中不難看出 是在寫自己跟女友的分開 想用這首歌來紀念兩人曾經的一切 Ayase對於一段感情的結束所產生的感悟 也在日後有Asobi的Dubin這首歌展現出來 Dubin原作小說講述的也是曾經的情侶分開的故事 有看過那支介紹影片就知道 Ayase只用半小時就把Dubin寫好了 因為自身經驗的關係 所以很好帶入到小說的故事裡 而他也曾經說過 輕浮夜晚的瑪瑙跟Dubin 是他自己最喜歡的兩首歌曲 接下來要講關於Happy Ender 跟最後手段的故事 在有Asobi那支介紹影片裡 我曾經提到過 這兩首歌是同一組的曲子 為什麼呢? 因為Happy Ender講述的是 能在絕望與後悔中不放棄 繼續向前的故事 而最後手段則是將絕望與後悔 視為理所當然 全盤放棄的故事 對這個時期的Ayase來說 生活不是希望就是絕望 這兩首歌就是Ayase在這兩者之間指印比 看看到底自己的音樂錄 究竟還有沒有一絲光芒 而最後 讓Ayase音樂錄得以繼續下去的 反而是全盤放棄的最後手段 這首歌被廣為流傳 最終被Modogatari.com的工作人員聽見 才選擇了Ayase為小說轉為音樂的企劃人員 也才有了接下來我們所熟知 YOASOBI的故事 而Ayase直到Dubin之前 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一台2009年生產的MacBook上完成的 直到現在 說自己對電腦不太熟了他 仍然對軟體操控不太行 之前他曾經跟Neru聊天 Neru問他 你現在用的錄音介面是哪一台 Ayase直接問他 錄音介面是什麼東西 這個回答讓Neru驚訝 你這傢伙不得了耶 到底是怎麼樣寫出這些歌的 而後 Neru把自己之前用的錄音介面寄給Ayase送他 並手把手教他怎麼使用 Ayase之前也藉由自己的寫歌方法 告訴所有新手音樂人 並不是一定要有好的設備才能寫歌 就算只有一台筆電 那也就夠了 Ayase當初在收到Mondokatari.com的邀請 打造YOASOBI時 這個組合第一首出道曲就是 Yoru ni Kakeru 眾所皆知 Yoru ni Kakeru是一首講述關於自殺的歌曲 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Ayase覺得小說中的故事 和自己最後手段中的心境很像 於是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來寫 這首歌中的所有音符 都是他用筆電一個一個打出來的 有人可能會問 他為什麼不買Keyboard來用 Ayase確實有買 但他說他還是習慣用電腦鍵盤慢慢打 整首歌只有吉他的部分是找朋友幫忙 在高田馬場的卡拉OK內租了一間包廂路的 所以最後Yoru ni Kakeru的總製作費為包廂的3000日元 大約為770塊台幣 打造出這首在YouTube上累積2.4億觀看 串流播放量寫下日本公信榜首次突破5億播放紀錄的 Yoru ni Kakeru 在Ayase詞曲創作 Ikura的歌聲展現之下 Yoru Asobi出道不到一年 就登上日本紅白歌唱大賽 並在2020年底與舞蹈館舉辦為期兩天的萬人演唱會 這兩件事是Ayase身為一位音樂創作者所一直努力的目標 如今在兩年內就達成了 有些人說 Yoru Asobi只不過是音樂圈內的彈花一線 也有人說 Ayase寫出來的歌很虛 早晚會被看破手腳 但Yoru Asobi高傳能的表現 加上近期推出將作品歌詞改寫為英文 驚艷不少人的East Side Yoru Asobi一次次用行動證明 他們絕對不是一瞬間綻放於月潭的煙火 曾經經歷過低潮以及失敗的Ayase 今天Yoru Asobi能取得這樣的成績 他絕對比任何人都知道這其中的不容易 也絕對比任何人都還要珍惜這一切 為什麼他會說16歲時寫的紅樂是自己無法超越的歌 全都是因為這首歌中包含了少年對於夢想的執著 而Ayase自己一定最清楚 最強的並不是達成夢想的人 而是那些不放棄夢想 持續追逐夢想的人 他們才是最堅不可摧的 在這首歌中包含了少年 一首歌中包含了少年 一首歌中包含了少年